如果说要大家选出一架最好看的现代军用飞机 可能有选F35的 也有人觉得苏武奇帅 当然也会有选歼20的 但是要是选一个最丑的 估计相当一部分人都会选美国的油猪攻击机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最丑的攻击机 油猪原名A10雷电二式攻击机 它是美国的一种单座双引擎攻击机 虽然不少人觉得这个飞机属实有点丑 但是架不住这玩意儿凶猛呀 A10攻击机从1975年10月一直服役至今 依靠强大的火力专门负责对地攻击 是美国空军现役唯一一种负责给地面部队提供密集支援任务的飞机 机头下面的JU8型复仇者机炮和主翼后上方的两个涡轮扇引擎是它的标志性特征 它是地面部队遇到困难时最先呼救的对象 可供选择的武器也是空军军火库里威力最大的 它的诞生跟美国空军的AX计划有关 翻译过来也就是攻击机实验计划 在决定使用涡轮扇引擎后 于1970年 A10的设计敲定 除了引擎推力要在7000到1万磅之间 其他的项目要求包含了从武器到机动性 以及维护等各方面的需求 最终费尔柴尔德公司获得了订单 它的名字是雷电2 也是因为为了纪念该公司前身共和公司 在二战时设计了功勋卓著的P47雷电战斗机 所以又将这一例做称为雷电2 A10攻击机长16.26米 翼展17.53米 高4.47米 空重11321公斤 采用两台通用电器TF34GE-100涡轮风扇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833公里每小时 在执行空中密接支援任务时 作战半径为460公里 反装甲任务则为500公里 A10非常适合低空作战 它采用的是直线翼设计 大面积的翼面配上大面积的负翼 翼展的长度超过了机身长度 虽然这种设计很复古 不适合高空飞行 但在低空低速的时候 有很强的机动性 油猪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它的火力以及存活能力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武器系统 A10有11个外挂架 每个机翼下有4个 机身下有3个 它可以挂载大量的导弹以及炸弹 但它主要的武器是机身上的 JU8复仇者机炮 使用的是30×173毫米炮弹 该机炮是美国军队所使用过的 最大最重以及威力最强的武器之一 专门为了对付敌方的装甲目标 它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3900发 30毫米的平右穿甲弹 高出速与高硬度的特点 使其具有很强的穿甲能力 再加上A10是由上而下的给坦克洗头 所以炮弹能有效的穿透坦克装甲 整个机炮系统重约1.8吨 最多可以挂载1350发弹药 但一般只装1174发 供弹形式为双端闭合无链供弹 对比射速以及载弹量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火力全开 不用一分钟 所有的被弹都会被射光 地勤表示 老子装弹一天 你不到一分钟就给我打完了 虽然段子有些夸张的下工 但这也从侧面表现了 游出的火力凶猛程度 除此之外 这个机炮还有一项令人闻风丧胆的特点 就是目标第一时间是听不到它的声音的 因为子弹速度比音速快三倍以上 敌人往往被击中后才知道游珠已经开火 除了JAU-8复仇者机炮之外 它的另一种常用武器就是小牛导弹了 由于小牛导弹的射程比机炮更远 可以让飞机在较远的地方就可以展开攻势 一般用于打击敌方的前线炮兵阵地 以及指挥设施 除此之外 因为小牛导弹装有红外线寻标器 可以弥补游珠缺乏夜间观测装备的缺陷 其他能挂的武器也不少 比如MK80系列导弹 MK20实演 以及CPU-525887系列的极数炸弹 以及九头蛇70航空火箭弹整合的多款发射器 还有一些激光制导炸弹等 因为在战场中 A10还需要面对来自敌方战机和武装直升机的威胁 为了抗衡敌方空中力量 80年代末期 机上也开始加装响尾蛇空空导弹 可以说这款攻击机就是为了杀戮而生的 满身都是武器 火力是异常的凶猛 它的动力系统也很有特色 油猪使用的是TF34GE100涡轮扇型发动机 引擎安装在主翼的后上方 尾翼的前上方 这个位置可以躲在主翼和尾翼的上方 使引擎不会完全暴露于来自下方的攻击中 而引擎产生的废气也会通过尾翼间排出 这样就遮挡了部分废气的红外线 一定程度上可以让那些依靠热追踪的防空导弹更难锁定自己 而引擎较高的位置还能让其更安全地保持运转 如果跑道环境较差 也能避免将跑道上的砂石吸入引擎中 同时机翼的位置变低更易于维护与挂载武器 不仅如此 双引擎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被打掉一个 另一个还能工作 因为A10的主要任务是在近距离提供空中支援 就意味着它要在近距离面对敌方地面防空火力的攻击 又因为它的航速不高 所以如何将它的存活能力提高 也是一个重要的设计科目 首先就是它的飞行控制系统 A10的飞行控制系统有三重保障 有两套液压系统 以及一套机械系统 如果液压操控系统故障 或者部分机翼受损时 飞行员可以手动复归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虽然只有基本的控制能力 但也足够逃命飞回基地着陆了 另外A10还有四个自封油箱 且这四个油箱独立且互不相邻 周围还设有防火墙以及灭火系统 就算其中一个被打着 也不容易波及到下一个 而座舱周围则是由12.7到38毫米厚的 钛合金防弹板构成 能承受23毫米弹药的扫射 以及少数57毫米弹药的射击 驾驶舱障碍也能抵受小口径武器的射击 存活能力可以说是很强了 它的存活能力在实战中也是有验证的 在其中一个个例中 当时是在2003年 一架A10在巴格达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防空炮击中 两个引擎其中一个被摧毁 当时驾驶飞机的飞行员硬是用备用的机械操控系统 飞了一个小时 最终回到了基地并安全着陆 A10的第一次实战是波斯湾战争 期间它参加了沙漠风暴等行动 114架A10出动了将近8100架次任务 战绩十分可观 摧毁了敌方1200个火炮据点 超过900辆坦克以及2000辆其他战斗车辆 是该战役中效率最高的作战飞机 随后也参与了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战争 还有后来的伊拉克战争 在2003年3月 伊拉克战争共有60架A10在战争早期执行任务 在此期间 油猪的任务完成率达到了85% 不过其中有一架在巴格达机场附近 被一军的防空炮击落 随后在多国针对利比亚的奥德塞黎明行动中 它也对地面目标进行了攻击 值得一提的是 A10的驾驶员常被外界认为老是胡乱开火 主要是因为它有两次误伤友军的不良记录 第一次是在波斯湾期间 第二次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不过尽管如此 它的任务完成率依然很高 这个数字高达95.7% 虽然说在美观上 有些人觉得油猪实在太丑 直线翼的设计 加上后面这两个大烟囱 我个人倒是感觉还行 不过要说更帅的 那还得是F35 那种更现代的战机 总体来讲 A10攻击机是一款低速高续航 火力投送能力优秀的攻击机 而且还比较廉价 作为一款上世纪的飞机 到了如今也算是有点老了 不过在美军强大的空军或者海航 取得了绝对制空权后 这种飞机用来配合地面部队 是真的好用 那么大家觉得A10应不应该退役呢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当然如果有想看的武器也可以打在评论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 那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